现在进入这个第二回合啊 现在双方应该已经都打开了 这个三回合三分钟的第二回合肯定是拼局的时候 对第二回合应该很关键了 如果说在第一回合第二回合都处于劣势的话 第三回合肯定很难搬回来 所以说第二回合是强点的这个一个实力 火 初见梁刚才用了一个台权道里面的经常用的这种旋风腿 看来是打开了 打开了 打的还是比较放松的 主场优势这个时候都体现出来了 因为邱健良他还是在灵活性方面还是有优势的 没错 因为他这个灵活性速度和这个组合拳 这个意大利的这个选手有将近十厘米的身高 也就是说他在臂展上最少要有五厘米长于邱健良的这种常人的优势 他为什么不发挥呢 应该他现在还没有找到邱健良的那种困难 你看邱健良这个连续组合拳 其实一上来他被这个邱健良的这种打法给抗 特别是远距离控制的选手呢 其实最怕对方的摇闪然后进来以后打从下往上钩的这种斜上勾拳 而邱健良正好擅长力上 所以比赛进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麻醉师 还有就是这个威力在哪 我还没有看到 这个被邱健良打的反噬了 现在已经把自己麻醉了 如果他要再这样保持这个攻击速度的话 他这场比赛一定会输掉 一定会输掉 一定会输掉 因为邱健良是一个擅长打进攻和阵地战的选手 这位选手打的是稳扎稳打 不是那种非常着急的选手 他如果能贴进来说明他有十足的把握 看来真像你刚才所说的 这场比赛邱健良是做了十足的准备的 两周不跟任何外界联系 有点过着隐世的事 看来是有效果的 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没错 我现在离开往一个小时我就觉得身体很空虚 您看 从过去和现在我们这个WF的比赛来看 和您当时参与的那个温顶天下的那个时代 相比现在WF有什么样进步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以散打的这种技术和风格比较多一些 没错 一般都是远踢近打贴身摔 散打的传口 现在越来越就是像这种猜拳和踢拳的方向来发展 拳打脚踢 然后呢打一些中近距离的 对我们那时候打中间距离比较多 现在中近距离呢更能体现一个选手的全面性 包括他的自信 但是也要小心 因为在这乱战当中呢 其实邱建良还是吃的一个阿东基奥的一个重击的 就是他刚才还是显示着他麻酥师的这个 这个净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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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时候往往有时候就要一直站着上风 可能站着优势但是会突然死亡 这种情况下那可能你前面的这个 积累的东西都完全没用了 好也没用了 因为你被对方可能击倒了 还不能继续比赛了 所以说要要考虑到对方的这种冷招 我们看这拳风腿 邱建良确实很灵活 的确是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看来在这个我们的东站 在我们的东道主制站正中啊 邱建良对于邱建良来说 只是一个福定 心理上是占优势的 没错 我觉得邱建良安排的基站数非常正确 快打快出 快进快出 不可以打这种阵地站 不可以打这种节奏站 继续 继续 好 现在进入第三回合 我个人认为前两回合邱建良已经拿下这个局点了 太大的意外 这场比赛应该可以这样预判 吴翔也是这样预判吗 对 我觉得应该因为邱建良在英王的比赛给我们的感觉 他的体能也非常好 所以说他能够将这优势继续保持下去 除非他体能上有这个效果太大 特别是邱建良只要把握住这个比赛的节奏 就像我们公布盛典的时候 K.O.曾经打乌东宋和K.O.赛格东的时候都是这样 只要拿到自己的节奏 他就很难失掉这场比赛 那第三回合是比较关键的一回合 二位觉得邱建良还是应该保持前两回合的这种节奏 跟这种技战术吗 那王给你先说 我觉得可以 因为他现在打得很顺 可以继续保持 但是要防着 因为他胜利在我 基本上问题不大 我也觉得如果邱建良可以保持这个体能的储备的话 赢这场比赛应该问题不大 对方现在已经完全被他克制了 稳操胜券了 我觉得不好说 会是这样吗 但都是我们所期待的 包括很多全民都希望邱建良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能够打入到决赛当中 并且能够走到最后 没错 特别是在他的另一个搭档 郭东旺一会儿会对阵江通猜的比赛中 我们当然更希望中国选手能拿到那场比赛的胜利 没错 这个马队的确只是出了几些单击的拳 几乎没有走 对 他因为面对邱建良 他的技战术安排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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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按说在这个自由国籍的比赛中 他要不就用内围控制 要不然就用吸法打击 他都没有用 对对 因为你身高必长 在控制距离上 一旦被对手打进来 你的吸法上 对你的吸 吸法距离会比较有 所以说这种迎接的吸没有 控制对手距离都没有 然后两个人靠近的时候 近距离中近距离又没有动作 他动作太长 像我们的外资料里边 这个意大利是有43胜8负这样的战绩 并且曾经拿到一个WAKO这样的一个世界冠军 那我非常想知道这个WAKO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是不是自由搏击的组织 还是这位选手是一个泰拳手 因为在我们的资料里边显示 他应该是一个泰拳功底的选手 可能对自由搏击的位置还不是那么的习惯 如果是泰拳的话 因为泰拳的话 这个时候刚开始发力 对对对 下下这个这个谁呢 这个邱晏良呢又是这种快节奏的 非常非常的不适应 克制住了他的这种技术的发挥 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意大利这个选手提 包括整个的斗志还是可以 并没有觉得他吃 可能就是不太习惯 稍微被动 主动一些 好比赛结束了 这个到底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刚听两位的评论 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 没有没有那么神秘了 我个人还是觉得邱晏良会拿到这场比赛的效率 邱晏良这一场发挥的很稳定 包括他的全腿 近身 控制比赛的节奏能力都 呃展示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邱晏良在这个打拳法连击的时候 他很少用这种传统的摆拳从横向走 而绝大多数的后手是从底下往上偷了 所以这样对对方的这个两臂的防护呢是压力很大 时不时就会被拳头掏进来 是 的确是这样 我们来看结果像不像那位预判的那样 六十七公斤级世界公王者分战赛第一战 半决赛比赛结果 一号财快元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财快元三十比二十七 三号财快元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方赦 车点凉进于今晚的更战赛决赛 请大家掌声包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